接下來還要回到一個全國尺度的 全國文化會議的討論 那我其實有點好奇 就是有國事會議 這應該是最正式跟最政治的 然後有死刑替發生審議 這應該是最民間 然後最小眾 然後可能也是最不政治 就是政治影響力可能也是最小 那全國文化會議這個尺度到底是接在哪裡 對 再麻煩你們 好 先調查一下 有人知道2017年有辦過全國化會議嗎 太棒了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台灣是一個 就是非常喜歡辦會議的國家 就是在 就除了全國化會議之外 我們有比我們走更遠的全國教育會議 然後全國農業會議 還有就是像之前 水災嚴重就有全國治水會議 那還有每四年一定要辦一次的全國科技會議 分區論壇 就是本島北中南東加上離島 以及三場的主題論壇 再加上一場預備會議 然後才進到這樣的大會 那我們這一次在大會 還有在各個分區的會議之中 其實就是把大家從線上來到線下 那很多人其實就是參與這樣的會議 然後投資自己的行李在裡面 但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是 我投資了我自己的行李 難道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嗎 就是到底然後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把它擱置 我們先來講一下就是全國文化會議這個東西 就很多人參與過 可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歷史 就是全國文化會議並不是我們發明的 而是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在民國其實九年就已經辦過第一屆 就在座可能有些人還沒有出身 他就已經辦過第一屆的全國文化會議 那可以看到上面這邊就是有三張圖片 具有歷史的眼淚的三張畫面 其實就是從第一屆跟第二屆的全國文化會議 那全國文化會議在第一年就是79年半 然後再來是間隔七年辦第二屆 那間隔五年又再辦第三屆 然後就間隔了15年才辦到就是去年全國文化會議 那這樣子就是 其實會議它會發生是有它自己的脈絡 跟歷史背景在裡面 那這當然是一句廢話 那我想的是說就是 在每一個時代背景下 全國文化會議討論的議題都不盡相同 尤其在第一屆跟第二屆的時候 其實呢 這時候還是受到很大的中華文化道統 那種正統性的影響 然後會認為 而且當時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脈絡 這樣子的情況下大家有說 經濟高度發展 可是人心沒有隨著高度發展 而繼續往上提升 而是慢慢沉淪 所以他們就主張 在文化會議中就很有那種儒家的道統精神 要以人來引導大家 人那個人 就是 人性本善那個人 不是那個人 對儒家那個人 來就是教化人心 然後在硬體方面就是會希望說 建設更多的地方文化中心 那已經有文化中心的人 就要繼續輔導他 讓他有更多的能量 可以帶領地方的文化 然後還有就是鼓勵大家 重新一些正當的活動 對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 就是一些時代的背景 就是鼓勵大家 如果人過世之後要火葬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說 其實就是文化會議裡面 討論的內容 就是非常有糞塵 那在第三季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也相隔了蠻久了 那第三季的時候 其實就遇到了兩岸的關係改變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澳洲跟英國的文化經濟崛起 所以那時候其實 開始在著重於文化經濟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就請了 當時時任就是陸委會主委蔡英文 因為他的背景是 國際貿易跟法律嘛 所以就是請他來 就是講一下 台灣的文化經濟這件事情 那第三季的時候 其實就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轉向 就是他越來越注重 所謂文化的主題性這件事情 而且他不再討論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用倫理 或是一些道德的關係 去勸說他人 而是講得更 更針對文化政策相關的議題 包含就是 事權統一 然後文化資產保存 公共藝術跟社群營造 那到了第四季的時候 其實就又有一個更明確的轉向 就是公民力量的崛起 那在蔡英文在參選的時候 其實有提過 他自己的文化政策的主張 然後 鄭麗君就是任文化部長的時候 也以這樣的主張 然後提出他的 21世紀台灣文化總體營造 那在這樣子的背景下 就是 為了要吸取更多的民間意見 所以我們 就是他們文化部就開了一個標案 叫做 2017年全國會議 對 於是就是那個 台藝大 就是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跟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 就是我們這團隊 就去承接這樣的案子 然後去做一個就是 把這個表演表下來 然後做一些事情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在會議中有講到一些 就是關於文化政策 大家其實很難去理解說 文化政策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尤其是文化 Culture這個字在英文裡面是 被認為是數一數二 難以解釋的其中一個字之一 所以其實當我們在講文化政策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模糊 我們辦法有一個很明確的邊界 說文化政策內容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團隊就做了一個文化輿論的調查 文化輿論不是只有新聞報導 真的是有人去投書 他們有明確的文化意見想要表達的 我們把那些就是相關的文章 用資料的方式去做一個文字雲 那大家就看到說其實文化資產保存 一直都是大家關注的重點 然後它也是就是其實裡面還有幾個 就是關於那個 國家語言發展法 然後中廣要不要就是關掉啊 文化科技啊 然後民俗的滅鄉啊 那相關議題會隨著當年都有不同的討論 但是我們做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這個議題會有不同的 就每年都會不一樣 但其實它有很高的重複性 都是在文化資產這一邊 所以文化資產確實是一個就是 文化界都非常 文化界或是一般人都非常關係的議題 那當然剛剛說會議題會有重複性 那其實就是包含了 就是每一年會發生一樣的事情 就包含說228的時候會討論轉型正義嘛 那總統就職週年的時候 就會討論原住民道歉 到底有沒有回應啊 然後土地議題啊 然後6月就會講進取獎嘛 9月就會有講民俗活動 然後10月就會講金鐘 講國慶日啊 講白晝之夜啊 然後到了 到接下來就會講金馬獎 金馬獎就說啊 中國電影又開始那個太多啊 台灣電影很落幕啊什麼的 然後到了 然後再講一次228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又廢了一年了 就這樣 好 那這邊有一個QR Code是我們的官網 大家可以掃一下 就是我們所有的 第一階的開放啊 對 第一階段的那個開放 都在這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這個有一點複雜 然後有點小圖呢 是我們的 嗯 審議暨工作會議的架構 因為剛剛是要跟大家 剛剛那個圖就要跟妳講說 文化那個意見 文化政策的內容實在太分層了 所以在討論的時候我們一定會遇到就是 難以 討論 難以對焦這樣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設定我們要成立一個 神域工作小組 然後把我們剛剛講的議題分成六組 那這六組呢其實就是非常的麻煩解釋 所以我快速講一下 就是文化民主力在這邊 笑笑的看不太清楚 文化民主力的話 基本上是在講文化實證 然後行政法人 以及 就是很多文化的資源啊 文化的協力治理啊 事權統一啊 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文化創造力 第二個就是講文化 藝術教育 藝術創作跟藝術工作權 那文化生命力就是講文化資產 文化資源 包含博物館跟社造 文化經濟跟文化媒體法 就會放在文化永續力這邊 那國內的文化平權 國家語言發展法 還有國外的文化交流 新南向 就會放在文化包容的力 那文化超越力 就最後像是 關於文化科技 文化國家文化記憶庫 文化卡 空總文化實驗室 文化科技綱領 就會放在這裡面 那這六個議題 我們會分別去 請就是產學研的 老中親三代 因為不能只有就是長輩子講話 所以我們有去找一些年輕人 一起來加入這樣子的這個諮詢的會議 然後試圖把每一個 就是散落在分區 論壇裡面的意見 把它放到我們裡面來 然後讓每一個 然後裡面也會拉近 就是文化部的 各司各處各局的首長 進入裡面 然後來跟大家一起對話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只是把意見 送給那些長官 長官可能 就會視而不見 所以我們這次就把它硬拉進來 增加他們痛苦之數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機制 所以我們才會從就是 從地方的論壇 然後一直到預備會議 然後才會有最終的大會討論議題 可以讓大家來確認說 這個議題是不是 大家都有共識 有確認有成果 那另外的話 也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會議裡面 其實這樣的話 基本上每一個委員會裡面 大概基本上 平均有10個人 然後再加上工作人員 其實是大概一個 超過100人左右的工作小組 那會承認這樣的工作小組 除了要就是把我們 從地方拿到的意見精煉化之外 另外也是要跟 就是文化部做一些拉扯 以免他們就真的把這些意見 就是視而不見 因為如果視而不見的話 我們就是背後還有一些人 他們就會 就是會發一些社論 造成他們的壓力 尤其是我們主持人 劉俊玉老師 非常喜歡發社論 好 那最後就是 這些東西 大家就會變成說 我們還就是會變成說 他們有 我們會公佈一些資訊在網路上 好 這邊就是我們的那個 會議的架構 基本就是地方辦完之後 會去辦主題論壇 然後會辦就是 預備會議經驗意見 然後再做大會 那我們最終 基本上會有三個 希望產出的東西 就是包含了文化白皮書 然後會議實錄 跟希望大家可以凝聚 對於文化基本法的共識 那到底有沒有成功 最後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參與的幾個成果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就是吃了四千多的便當嘛 然後也回收了非常多的東西 因為有些長官跟我說 我不會分類 好 然後基本上 然後我們還拉了 就是地方的文化局處 跟中央 但是他非文化主管機關的官員 共711人 也是提升他們的痛苦之數 讓他們就是 有去回應到我們意見 那額外的話 就是我們有 當然是一定會開放逐字稿 跟一些研究報告 然後還有就是 幫議題做一些懶人包 以及就是影音紀錄啊 然後另外在行銷上 我們也是請了一些名人 跟我們來談這個東西 但在那個 看起來是 效果 我們再討論一下 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公佈這些東西 除了是 之餘開放資料態度之外 其實也是希望說 讓更多關心文化政策的人 他們有一些資訊 一些籌碼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才可以更加聚焦在 這樣的文化政策 分成的意見中 找出一條 未來四年 也許可以尋滅的道路 跟文化政策 那在後續 我們就請我們書位總監 來跟大家講說 在這樣的會議中 書位參與有什麼樣的內容 跟困難 對 大家好 雖然我名字是掛數位總監 但是我的程度大概 是沒有到麻瓜 但是可能 大概就是到爆竹的程度吧 就是我會念入墨絲 但是那個光放不出去 整個全國文化會議 當初在設計 所謂的數位 或者是科技參與的時候 他的想像 其實是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是增加 所有利害關係人的 政策參與機會 第二個是降低 參與的專業門檻 然後第三個當然就是 最基本的資訊公開 其實就像我們下面是青蛙講的 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在那邊講這些東西 很寂寞是 覺得寂寞覺得忍是一回事啦 重點是 這個領域如果你 不去講的話 那就表示你等於攻守 讓這個領域的一些決策 社群或是什麼東西 就是 攻守讓給 政府官員 或者是跟他們 比較好的那些 裙帶關係 長出來的各種 神奇的機制這樣子 那 所以就是在這個想像跟期望之下 那 全文化大概開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我們設計了一個公民智商團的提案制度 對我們剛剛說我們比麻瓜好一點是爆足 我們是有一個網站 然後那個網站上面你可以在上面 提說你想要提的東西 然後如果你有辦法拉到夠多的票 有一點像是行政院現在那個 數位參與公共討論平台那樣 如果你有辦法拉到夠多的人來 複裔你的提案 那你這個提案就可以跳過 所有的分區論壇直接進大會 好 那再來下面兩個比較像是 資訊公開的東西 就是那個 感謝各位G0P的大大們 我們發現HackFolder 真的是一個非常一目了然 可以整理資料的東西 那還有Gitbook 那就是會議手冊的部分 希望可以減少一些印刷上的成本 所以我們把會議手冊 也把它弄成數位化的東西 放在網路上 好 那中間那個HackFolder 你點進去 你裡面其實可以看 就是所有的組織稿 然後 各場次的會議記要跟直播 全部就通通在那個裡面 那就像前面的資訊打出來 那也是一個一百多萬字的 所有會議的組織稿跟資料這樣子 那基本款的公開直播錄影 當然是少不了的 那為了滿足前面上一張簡報講的 參與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最起碼做到這些 那這個畫面就是我們網站上 所謂公民提案的場面 那其實就是像前面司改會 其實也有提過類似的東西 如果當全部的人都進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過濾一些意見 這個東西其實是已經相對比較多人回應跟 關注度比較高的提案 所以 我們先不要看這邊 我們現在看這邊 一部在網路平台上 深附文化內涵可分享學習的智慧感性小影片 傳承人生智慧提升生活品位人生消遇 好這個提案的人 呃 他已經 他就是有辦法 有點像是LINE上面的那種動員 就大家都來灌他票 對 然後他就出現在我們這個提案裡面 好 然後 呃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 八千動多元文化這個總票數是遠超過其他 其他都是三位數嘛 甚至還有一個是94票 但是只有這個是2357票 好 那就表示這個東西不只是關注度高 而是各方支持者在底下吵起來 好 所以他的贊成跟反對度其實也是 呃 有一個紅色的東西比較多 但是其他的就是相對壓倒性的 壓倒性的支持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 我們在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到他其實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會出現像那種LINE上面的那種投票情形 好 那當然後面因為他 我們整個程序設計上面他 因為他的有過那個門檻 所以我們實際上要去跟提案的那位丁先生 講說為什麼到最後大會 要怎麼處理他的問題 我們其實也是花了一番功夫 我們執行長跟他講電話講了很久 他人在那邊 好 那其實總結 呃 網路上的現像 跟我們在整個會議場域中 呃 觀察到的現像 其實就是像藍染忽悠介先生講的 你什麼時候有了大家都有來參與的幻覺 好 呃 其實很多人是坐在 人有來 或者是說直播也有開 但是他可能就是有開有來 講話的其實就是 呃 大家如果前面 最前面那張上面是關鍵字 那其實講話最多 發言數最多的 其實也還是就像文化資產的團體 但是實際上如果 各位有回去看文化部他的 預算分配 其實 文化資產是 他其實佔的比例不到他整個部 年度預算的20% 最多的是在影視流行音樂 然後再來是對所有藝術的補助 文化資產是排第三名 可是他的關注度是最高的 這就是一個實際的執行 跟大家關心程度的差異 那當然這一兩年我還沒有去追 不曉得 那所以我們回 接下來就要回頭來問說 我們這些數位工具灑下去了 那他的角色作用是什麼 是有了就好 我們可以交代了 還是說我們真的希望 他可以發揮 讓大家的意見真的都長出來 因為很多東西 你上台講的是一件事 你回家想的是一件事 然後你在Facebook上抱怨的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實際上就是大家在群組裡面傳的 那又是跟你公開講的 在Facebook上面講的 又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在 這些工具有沒有辦法 讓我們真實收到那些真的意見 那再來就是某些領域參與度不高 我想資訊領域的大家朋友 比較習慣協作 就是一個 就像我們現在手上的電腦 或是今天這場 或是黑客妹的打開 全部東西通通都在上面 但是這個領域其實不是 就是甚至有一些人可能 連他想要講什麼都可能講不太出來 他只是說好 到最後總結就是政府你要想辦法 或者是說政府你應該要幹嘛 到最後 然後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那168萬的資料 另外我們事前其實也整理了非常多的輿論 但是很多人實際上是到了現場 打開才發現 呃...這麼多 他本來只是想這個東西可能很簡單 那這也是 我們在討論議題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子讓大家有 有... 你竟然已經有心來了 那有沒有可能再透過一些工具跟辦法 讓他... 不要一打開就被那些磚頭壓死 這樣子 好...那最後就是 呃...我們在想的幾個問題是 專家審議跟數位落差 因為就像剛剛那個丁先生的例子 丁先生的例子算是一個比較極端啦 但是如果其他的東西 你就算在網路上提案了 你到最後還是要匯到一個專家審議的過程 那我們到底期待的開放跟參與 他到最後的決策 我自己是對這個過程有一點question啦 他是不是真的有辦法達到我們 心裡想像的那個樣子 大家進來的...講的東西 實際上都有辦法被充分的表達 採納或者是進入怎麼樣子 因為我自己就在旁邊看所有 因為我自己是工作人員 我就在旁邊看了所有 專家會議進行的 我自己是覺得他們在討論跟selection的時候 是有一些... 該說抽樣誤差嘛 就是說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本身的專業跟...就會讓一些事情... 不能說沒有討論到 但是那個幅度就是會稍微少了一點 那最後一個就是數位落差 就是像... 我自己是個報主 那可能我們這個世界上 有更多的麻瓜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要希望的是 可以透過連魔杖都不會灰的人 然後告訴他們 你要會魔法喔 然後你就可以去改變你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神奇的想像 那最後一個我們當然要問的就是會開完了 然後呢 文化部他們... 會議開完的結果他們是... 我們本來是期待他弄出一本文化白皮書 但是那本白皮書現在沒有 我們也期待他弄出一部文化基本法 因為現在很多是... 部長本人他想這麼搞 所以整個文化部就被他拖著跑 甚至整個政府就被他拖著跑 但是如果這個部長如果不在了 那很多他想做他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會打折甚至就消失 那我們當初在開這個會的時候 是希望我們這些會的結論可以落實 通過立法程序變成一部正式的法律去約束政府 之後你就是這麼操作下去 但是很顯然的都沒有 但是... 雖然... 法治上的東西沒有達成 但是部長他本人實際上有 室友照著會議裡面講的東西 去... 慢慢的在推動一些 比如說大家最近比較常看到 國家語言發生法過了嘛 然後公網集團的修正其實也在討論 然後... 整個文化資產的東西 他就是去搶前戰的錢 弄了一個非常巨大的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這樣... 那這個會議的作用 落在... 目前看得到的結果是... 會議上的決議的確成為 文化部他們這一兩年 在決定政策上的時候 OK這個東西會議上有討論到 那我們接下來可能就是先做這些東西 雖然他們沒有名講 雖然他們可能沒有名講 也有可能是因為部長的關係 那...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參與過程 不能就只停在開會的過程 而是說你之後怎麼樣去落實這些東西 也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去參與 可是這個怎麼樣去參與 這就是... 可能是下一個階段的事情 可能是下一個階段的事情 因為... 大家都知道那個前瞻的錢是... 前瞻基礎建設的錢 他是一個非常... 急迫要... 被逼著要去花完的東西 那他跟文化政策裡面講求 我們需要細細的去規劃長遠的 那其實是完全...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衝突的東西 好... 那因為... 時間到了... 嗯... 那我們... 報告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 好... 感謝... 全國文化會議的執行團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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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